走 走 他 查查 那十妖手上到底是何兵器 是 他刚刚做了什么 什么情况 一下子排废了全力以赴的诺甲 他这是什么修备 那是九龙棍 九龙棍 不好 那十妖手上的法器 克制了诺甲的法力 打伤而不打死 不尽全力归你让着我 回去吧 这样没意义的 杨岚交代了不伤你性命 这样打下去有什么意思 十妖 拿命来 住手 退下 爹 只是各位其主 往后若是壮箭 诺家也必不向让 就此败别 这十妖的实力 果真是出乎预料 竟然如此地强悍 三带子 没事吧 难怪他一个人 帅领齐来山 就击败了玄圣神将 看来要继续调整一下 我们必须要趁他全力应战 等数于防备的时候 下手偷袭击杀 看来倒是本天王小看你了 顾天王别这么说 小看我把家当都带上来 要是高看我 我就小命不保了 嘿嘿嘿 今天就让本天王来会一会你 看看你有几斤几两 特要是本天王 还可以 同天皇有一段 橘子数名 他们很健碩 咱们可以 二段 他直接补行 İşte 个 remed 快 不要脸 不是说好了单打独斗吗 我按规矩出牌 出几万本 那得出多少人才够 你们一拥而上 九天门十八万大军 会坐视不理吗 他现在不是要个帮手 而是缺一个机会 想点 就是 根 短泉 在 偷偷带解副德力干将出去 听我的号令 准备签议 是 走 想必这位就是招圣神将吧 没错 走 我等你好久 不好 她的目标是招圣神将 我 招圣神将 路是招圣神将 还知道老子等你多久了吗 为什么 是我 因为恶龙坛 恶龙坛 受死吗 让开 你要是救他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你和他有什么恩怨 为何要下此毒手 自找他 在周圣先走 是 出击 是 大家准备 还有无耻 这琉璃宝塔就能发动了 真不骄傲 顾天王 你想怎样 你们撤军 再来和我谈 愿我换他 行吗 我没听错吧 据我所知 你们父子关系不怎么好吗 我是不喜欢他 但也不想因为我的过错 导致他被俘 愿我换他 只要我在你手上 我担保 他绝不会进攻齐来山 我能保证不杀他 但用你换 无法接受 你是个好儿子 我很想成全你们父子亲 但大家立场不动 抱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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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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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王把顾京给打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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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活住了宝塔天王顾京 怎么样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还要去战齐来山 拿下石腰吗 鬼头虫 鬼头虫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站在哪一边的 石腰一定要杀 他只不过是凭着一个轨迹 有人相助 如果我们七个一起上的话 他会是我们的对手吗 对 对对对 是吗 你们也都这么想吗 毫无疑问 若是你们六个加上我们 想拿下齐来山毫无问题 可是杀了他 占了齐来山 换我们自己去抵抗天群 这样的买卖划算吗 齐来山的资源是好的 但是 也得看看自己 能不能吞得下去 大哥 千万不可以有富人之心 石腰一定要杀 依我看 这石腰不错 实力够强又有心机 不是一般的妖怪可比 若他能挡得住天军 我们又何必拼死拼活 去占据齐来山呢 反而 这该是一个不错的盟友 我倒是可以 先去跟他谈上一谈 好 就衣鬼头胸 我刚才 我刚才我差一点我就出手相助了我 用对昭盛的杀意 吸引别人的注意 趁机偷袭顾静 这个计谋 当真比误着道还误着道 师兄 难怪师父说吧 在这北斗摇光洞里面 咱们众弟子当中 小师弟的智谋才是最佳的 凌云师弟啊 你能够称赞别人的计谋 还真是 不多见哪 恭喜大王得胜归来 大王神功盖施 天下无敌 天出万大 行了 别太麻痹了你 大家不要怕 我是路过的 路过的妖怪 我叫鬼头虫 齐来山石王 久闻大名啊 我今天是特意过来 和你认识一下 太古大妖鬼头虫 原来 把孤精带下去 走 走 这六妖王就在附近 追杀六妖王 是 围住他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凭你们 就能拦得住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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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凭你们就能拦得住我吗 搜 大王有令 可我杀勿论 可我杀勿论 我杀勿论 我杀勿论 你以为凭你们 你以为凭你们 鬼头虫刚举起来山 石药就派人来抓我们 我们 我们一定是被他充卖了 谁有 大哥 动手 谁没有啊 接着走 好 大哥 大哥 走吧 走了 大哥 走吧 走吧 走 走 我杀勿论 顾敬被俘 鬼头虫出现在齐来山 六腰网 玉与十腰结盟 天勤 继续查探 是 事务 得来 咱 ک 可可以 不是 berg 来 谁 什么 人 尽 他们 马上 大意 了 还有 万空山遥光九子的火药 法器 又卤了物定真人 这石妖 一步一步 都经过精心的策划 打败了玄盛 要一百个天头 打败了顾靖 却不与九天门正面交锋 这石妖 不与天庭正面对抗 却要死守 他要什么 这石妖 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石尖 这石妖要的是石尖 他这是想 用所有妖族的力量 与我们天庭对抗 现在 连鬼头虫都进了齐来山 我们若不趁其羽衣未封 将他铲除的话 这齐来山 将成为比六妖王 更可怕的存在 这齐来山 地处彭莱国 虽不在我天和军的 管辖范围之内 但无论何人阻挠 我们一定要剿灭这石妖 天人 天府 天和 好 立即改变舰队方向 我们直冲齐来山 是 九龙棍 果然是难得的陈兵力气 招呼打完 不奉陪了 不必追了 这目的已经达到了 没必要追了 好一出离间计呀 这六妖王 原本是想坐收 渔翁之力 这些好了 偷鸡不成 十把你 师哥 六妖王呢 已经不在齐来山范围了 弄我家求见 不认识 你可以说话 为了不让他感到疼痛 我封了他的感知 他听不到 你要怎样才能放了他 这不是说好了 你们撤军 然后再谈吗 我注意着你们 这军舰连挪都没挪 九天门军队里 位阶就我最高 但副帅不是我 是人圣神将 他不会同意 在你没放我爹之前 撤军的 那就是想对质到底的意思咯 你 想打啊 我们不能撤军 一旦撤退 就会引起天庭的注意 到时候我爹被俘的事情 就会曝光 就算不撤职 停止也是必然的 天庭也会派人 接管九天门 有可能 还调天和军协助围剿 这样一来 对你 对齐来山 对我爹都没好处 如果我们依旧在这里 大家反而心里还踏实 若是离开 也不知道你会对我爹如何 齐来山脚不脚我不在乎 我只要我爹安全回去 话我已经说给你听了 这筹码不是万能的 希望你好好想想 该怎么办吧 让彼此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如果你是要武器 丹药或者金鲸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给你 就算我九天门腹部里不够 我就是当了紫燕枪 我也给你弄来 我要的丹药 就是你当了紫燕枪也弄不来 普通的我也不缺 而且 要是顾静回去了 这齐来山的安全可没保障了 我还要丹药来做啥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能给他只有这么多了 满天要价没意 其实我挺敬佩你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没说过一句 有恩于我和杨岚的话 我从来都没想过帮你 我只是想帮蓝姐姐 天经地义 就出你这句话 咱们可以好好聊着 这释放顾静的条件就是 就是你们包围齐来山 一直包围齐来山 是的 他的意思是 我们与他对质 互相约定进攻和防守 做成战事不顺的样子 同时 也可以查看我爹的状况 等到我们撤退的时候 他自然会放人 他这是缓兵之计 只要我们一直围攻齐来山 天庭就不会起疑 其他军队就不会介入 缓兵之计 他这样能缓多久 这个石妖也太短视了 不 我感觉这石妖不像是短视之人 他开出这种条件 应该是另有图谋 另有图谋 他能图谋什么 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能找来对抗后续天军的力量吗 这可不好说 可能有很多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拖了很长时间 例如几年 等到我们不得不撤退的时候 他就违背约定 不肯释放顾天王 不可能 他既然答应了 就不会反悔 三太子 你就这么信得过这石妖 我是说 他言之凿凿 应该不会反悔 三太子 这件事情 我要立即禀报九霄宝殿 不 不能禀报九霄宝殿 陛下不会同意交换条件的 到时候我爹就危险了 这件事 只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同意三太子的意见 先答应石妖的条件 假意围攻几雷山 再从长计议 元帅 这九天门舰队包围齐来山的阵法 处处是漏洞 他们到底是想帮石妖 还是想捉石妖 天衡 立即派所有舰队监视齐来山 天人 按计划行事 是 天府 这封密令交给飞龙将军 呈给陛下 是 那个石妖真不简单 九龙冠 真够厉害的 我说诸位 怎么都不说话呀 来来来来 辛苦了 来来来 喝完酒 谢谢啊 啊 对了 跟石妖谈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没谈 毒酒 好啊 原来你们想杀我 你刚与他们碰面 我们便遭人追杀 难道说 不是你出卖的我们 你到底跟他谈成什么协议了 你该不会想要斩下我们六妖王的头 送给他当作见面礼吧 不好 我说他怎么这么轻易就让我离开 原来并不是要杀我 而是刷得离间机 只要我与他们会面又毫发无损地回来 便是不得不让人怀疑了 找了那只臭食药的道路 既然你们不信任我 那便好聚好散吧 站住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住手 岳父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都听到了 末王 多谢这些时日 对我们的照顾 今天都动起了手 往后 再住到一块 恐怕多有摩擦 我等还是就此拜别吧 也省得往后出了什么事 毁了我与魔王数百年的交情 待老夫确定了居所 让鬼头虫给魔王烧个口信 不知可好啊 别怕 既然老海王执意要走 那 我就恕不挽留了 这次的误会 还请海王见谅 以后有机会 定当补偿 得了吧 之前还说报恩呢 忘恩负义的东西 说这事 好 老夫 告辞了 说不远送 好 走 老大 就这么发他们走了 他们此去若真是投了齐来山 日后必成大患哪 我看就在这儿就地将他们斩杀 你给我闭嘴 就算鬼头虫投了齐来山 我们又能怎么样 当初是千岁海王 让鬼头虫救的我们 不是我们救的他 是咱们欠他的 不是他欠咱们的 他们想怎么样 与咱们何干 现在齐来山 正在遭到九天门的围攻 粮草吉养 势必短缺 现在正是我们 跟石王联盟的好机会 大哥 不要再说了 白素 参见大王 你速去蓬莱国齐来山 与石王上议 法器丹药的事宜 这次我给你拳拳 条件只要一个 谈下来 去吧 齐来山被围 寻求粮食不易 或可在齐来山开垮田地 一方面种植粮食 另一方面也可种些林草 师哥 那鬼头虫又来了 大王我们走 鬼头虫 拜见师王 怎么 这才几天啊 又回来了 你该不会是炼上我这儿了吧 我听说 你这儿有天桃 天桃 你从哪儿听说的 从哪儿听说的不重要吧 消息应该是没错的 明人不说暗话 你也别否认 怎么 妈 你想要 对 我想跟你求一个 父王 是个千岁海王的 他寿缘不足了 还剩多少 今天捉了几个物者到修室 把了一下脉 说最多 还有两个月的命 父王 这确实挺急的 不过 天桃这东西啊 很是珍贵 你跟我又没什么交情 你打算拿什么换 你想要什么 我倒没什么想要的 或者说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你是无论如何也给不了 你不是还被九天门包围吗 我可以帮你把诺家捉来 或者你要四大神将也行 怎么样 你要是同意 我现在就去捉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那六个家伙 我已经跟他们分道扬镳了 你先领千岁海王和千岁公主 下去休息 给我一天时间考虑 不行 我已经等不及了 不要 你千万别冲动 请 走啊 我们走 走 所以 你要给她天桃吗 正在考虑 她说与六妖王分道扬镳 我心六成 那也算是过半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理由 逼他回到六一王身边 而且他的战斗力 比其他人都强 如果可以收入麾下 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鬼头虫若能收入账下 确实是个强大的战斗力 不过这样换来的人 毫无忠诚可言 强大战斗力若有二薪 那便是祸害 这个祸害足以摧毁你我多年的心血 听大嫂说 白海海王 给千岁海王的聘礼 就是一颗天桃 之前千岁海王毁了婚 这颗天桃 千岁海王就还回去了 这么说 是鬼头虫间接害千岁海王丢了天桃 没错 而且鬼头虫对千岁公主用情极深 如果用一颗天桃 换来她的中心的话 把握应该会很大 至少不会有坏处 懂了 父王 父王 你同意了 算是吧 什么条件 没条件 没条件 西莱山石王见过千岁海王千岁公主 见过石王老夫多有叨扰了 多有叨扰 天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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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海王 这天桃 是送给您的 这 天桃 这真是天桃 武功不收落 这天桃 珍贵至极 老夫受不起 受不得呀 这天桃 这天桃我不能收回 他已经属于你女婿的了 说实话 这天桃呢 确实是珍贵至极 可你女婿已经答应加入我 秦莱山了 既然是秦莱山的人 那这天桃 就当是秦莱山 替他 给令爱付的聘礼了 日后 若有立功 再行抵消 郎君 这 当真是聘礼吗 对 是 聘 聘礼 聘礼 宠儿 聘礼 岳父大人 您叫我什么 孩子 叫你 崇儿 岳父 这是 听说老海王 还欠白海海王一个天桃 既然这样 那秦莱山 我们就替老海王 一并聊了这心事吧 来 快扶我起来 老夫多谢师王 多谢师王 父王 老海王 老海王 我并没有做什么 这都是你女婿的意思 要真想谢的话 就该谢他 不是说聘礼吗 我鬼头虫生无常物 这两个天桃 就当是聘礼了 那白海瑶宫能出一个天桃 我鬼头虫自然要出两个 怎么能委屈了暖暖呢 不 以后千年万年 岳父大人的天桃 我全包了 贤婿啊 老夫 以致以为 你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不会是个好丈夫 岳父 没有想到啊 你竟然如此地 心思缜密 如此地体谅 老夫 当初对你是百般的挑剔 对不住了 容老夫给你赔个不是 父王 岳父大人 您这一败 鬼头虫当真受不起啊 您辛辛苦苦养 这么好的女儿 许我做老婆 这都是当女婿应该做的 您就别折我的瘦了 起来 冲儿啊 王后 你千万要记住了 石王的大恩哪 我绝不忘 绝不忘 以后石王有什么差遣 一句话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鬼头虫都去 这事要真贼 乱头 父王 快扶岳父躺下 来 父王 快躺下 行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搜搜你 你可真会说漂亮话 我什么时候说加入齐来山了 怎么 啊 这么说不好吗 也不是不好 明明是我把自己贱卖了 但经你这么一说 搞得像我欠女多大恩似的 以后我要有个什么二心 这老头子 非把我就地正法都不可 石头 你也太能收买人心了 那 收买到了吗 就好 这石头就是物则刀吧 这个吴脑臣 既然知道了爹被齐来山俘虏 这个时候来 到底想干什么 人生为何不复了 否认爹被抓的事 他部下靳营州跟北辰密谈 难道是防着我吗 天王确实于前几日不幸被俘 我等部署均受天王大案 正设法营救 此事事关天王性命 还请元帅 无论如何 都不要将此事歪心 听说这食妖生性凶残 若真是如此 顾天王的处境就十分危险 不知九天门的各位 有何良策解救天王 良策尚未有 现在只能依着那食妖 走一步算一步了 所以这食妖有何要求 具体要求尚未提出 只需要我们包围秦雷山 故意与其对峙 等到退兵的时候 才释放顾天王 这食妖生性狡诈 怎可清醒 若到时你们退兵 他却不放顾天王 你们又该当如何示好 此事 也正是我等所担忧的事情 不知元帅有何良心 如果有 还请明示 我九天门一干人等 干击不及 北辰倒有一计 也许 可以增加解救天王的几率 元帅请讲 那就是由我天和军攻打齐莱山 这两种情况下 天王不可能被放回来 一 天王极为重要 如此一来 食妖得将他握在手中 作为筹码 除非他得到更有利的筹码 要不然他不会放天王 二 天王不再重要 天庭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僵持下去 迟早他会逼我们退兵 派其他的部队来攻打齐莱山 如此一来 天王作为筹码的价值就荡然无存 所以 由我天和军 和你们一起攻打齐莱山 你们便有了余地 可以解救顾天王 元帅 人生 恭送元帅 老师 他说了什么 他向我保证 天王被齐莱山囚禁的事情 他不会外邪 然后呢 就这样 他没跟你提什么条件 他希望我们 尽快解决此事 并说 如果有什么需要他配合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不用客气 你 这个无脑臣 会这么好心 来者何人 速速报上名来 没长眼睛的东西 不知道我是谁吗 把兵器 都给我放下 是 这么说你还是个大人物 说来听听 你到底是谁 来齐莱山做山 我来找人 找谁 我来找 我有很多人可以找呢 大伯说 听心姐也在齐莱山 那说找听心姐吧 恐怕不行 听心姐在这边身份有点特殊 若是说出来了 这些打造的小妖也不知道 不如说 找杨岚姐吧 杨岚姐在这边身份有公开吗 我找 齐莱山石王 你找我家大王 那你是谁 你应该问 我是你家大王的什么人 那你是我家大王什么人 你还真敢问了 行吧 既然你都问了 我要不说 就好像我说谎似的 我是你家大王 大舅子的小舅子 什么大舅子小舅子的 你玩儿绕口令哪 笑什么 都笑什么笑 不信你去问你家大王去 就跟他说姚丽来了 看他见活不见 若是什么芝麻绿刀的破事 偷来找我家大王 那我家大王岂不是要忙死了 我看哪 你就是来捣乱 兄弟们 给我打一顿再说 上 住手 杨岚姐 来 黑棗 这是我嫂子的弟弟 发生什么事了吗 杨岚姐来帮我 这下你死定了 杨岚姐 这 我 杨岚姐 你一定要狠狠地教训她 我刚刚就跟她说 我是石王的大舅子的小舅子 这群混账东西 居然要动手打我 你说什么呢你 杨岚姐 你怎么打我 还打我英俊的脸 我打的就是你 你就知道胡说八道 用脸思考的吗 我哪有胡说 你和石王是一对 我本来就是石王的 大舅子的小舅子 再说 再说我还打你啊 杨岚姐 别打 别打 暖暖 暖暖 我是来找你呢 你个死臭臭 我竟敢抢我的暖暖 我杀了你 别去 杨岚姐 你别拦我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她 你们别拦她 让她来 看来上次在白海瑶宫被打得还不够啊 居然追到齐来山来 我就在这儿站着 有本事 过来打我呀 石王 你是我杨岚姐的夫君 我是你大舅子的小舅子 这事你给她帮我 快把我杀了她 黑子 把她带下去 是 走啊 石王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可是你大舅子的小舅子 我未婚妻被抢了 你可得帮我讨回公道啊 我在这儿你论说 疼啊杨岚姐 服唱服随啊你们这是 服唱服随 跟我走 疼 松手啊 走 你死臭臭 我早晚宰了你 闭嘴啊 宰了什么呀你 现在九天门大军正包围着齐莱山 你齐莱山正是用人至极 我怎么样 要不要找我姚丽加入齐莱山呢 没兴趣 我观察过了 你们齐莱山每天忙上忙下 都在忙些什么 不过就是为了几颗破丹药 几副铠甲兵器嘛 我告诉你 你这一天 之后 你来看 我去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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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